音色和嘴型 嗨 大家好 我小燈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音色和嘴型 那我會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同學他說 他從小到大都一直在調整他的嘴型 對於他發出來的音色 有很大的疑惑 那他的老師也建議 他的嘴型要調整一直調整 調整到他想要的樣子 那基本上我 相信很多同學有自己喜歡自己的聲音 或者是你有自己 特別喜歡某一類的聲音 可是其實在練習音色上 我給大家一個方向是 音色練習方向其實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就在於你聲音吹出來 第一個是剛開始首先你要練的是 清楚的聲音 第一個是清楚的聲音 第二個是乾淨的聲音 然後又要有穿透力的聲音 那你如果只會說你會暗沉的聲音 或者你比較會模糊的聲音的時候 你如果要吹亮的聲音的話 你比較難去控制 因為畢竟要吹出比較亮的聲音 或者比較清楚的聲音 其實他需要用到比較長大的肌肉 跟你的舌頭的控制力 或者是你的嘴巴的肌肉的一些 細微的一個變化 所以其實我在學習上 我都會建議大家先朝著乾淨清楚 然後有穿透力的聲音而前進 那 通常我們往往音色不好 都會歸類於 是不是我的嘴型不好 或者是不是我的嘴巴哪裡有問題 導致我的音色不好 其實音色這件事情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嘴型好的話音色就會好 其實也不是嘴型好音色就會好 其實音色很單純就是 我們如果只是講嘴型而已 其實不是只有嘴型而已 那我們講嘴型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自照字面上的字衣來講 就是嘴巴的形狀 所以我們只有我們嘴巴上的形狀而已 其實不只 它還有可能是你的舌頭有 可能擺的位置不對 你是這樣子擺的 還是你是這樣子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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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是這樣擺的 或是你這樣擺 那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就是 下一個就是你的喉嚨的位置 喉嚨的位置像你可能是 比較開的喉嚨 或者是比較緊的喉嚨 像有人講話是這樣 欸你在幹嘛 那有人是這樣講話 欸你在幹嘛 我在那裡 對所以其實 喉嚨的控制力也會影響到 你發出來的音色 那下一個是 你的嘴巴用力的方式 你嘴巴用力的方式就是說 我的嘴巴有沒有用力 跟沒有用力也有差 難怪就是你嘴巴用力之外的 你有沒有用一個方向的力氣 用到對的方向 什麼叫用到對的方向 就是你有用力 可是你用不對方向也沒有用 對所以其實 就是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切入 我們這個音色上的控制 好那我等一下就示範了 第一個就是 嘴巴的形狀影響到我發出來的聲音 你可以聽聽看 嘴巴影響 嘴巴的形狀跟改變的聲音 好那你等一下在看我吹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嘴巴有很大的不一樣 對所以其實我做第一種嘴巴 第二種嘴巴 第二種嘴巴 第三種嘴巴 第三種嘴巴 第二種嘴巴 所以其實很多嘴巴會發出來 嘴巴的形狀會導致你發出來的聲音不一樣 好確實是 那我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其實嘴巴的形狀會導致你有不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舌頭的位置 我會擺不一樣的舌頭的位置 然後去給你聽 可是你在外面看的時候 你用肉眼看是看不出來 我耳在動哪裡 對其實所以你舌頭擺的位置 也會影響到你發出來的聲音 那第三個呢 就是你的喉嚨的位置 就像有人講話是這樣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就有人講話 那你可以想像像獅子 跟可能像唐老鴨講話 的聲音 放在樂器上的話 你會感覺到這個 你在吹著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這塊的肌肉 是比較開跟比較長 對所以其實你會影響到你 火龍發出來的聲音的時候 也是會有音色上的改變 好那第四個呢 就是 第四個改變的是 你嘴巴的用力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嘴巴有沒有用力 其實你看我嘴巴 用力像這樣子 這樣子 有點像這樣子的意思 就是我這樣子 然後用力 對所以其實我的手 在用力的時候會這樣 對所以我的手 如果有用力的話 我看得出來 有點像什麼意思啊 我買一個很重的東西 放在我的手上 那我很用力的端它 還是 我沒有用力 用力的舉它 沒有用力 所以其實 也會有差 你如果用力跟沒有用力的話 你發出來的聲音也會有差 你可以看看我嘴巴用力的時候 跟沒有用力的時候 其實你 因為你嘴巴用力的方法 還有過來就是比較深的話 就是因為你用力的方向 還有你用力的角度 也會發出來不一樣的音色 所以 音色其實 跟嘴型當然有關係 那 音色不是全部歸類於嘴型的問題 其實還有歸類就是你的舌頭 還有你的喉嚨 或者是你的下巴 或者是你的 用力的方式 還是有你用力的角度 或者是你有沒有用力之類的 所以其實 音色其實有很多個問題 不在於 音色的問題歸類於很多個項目 那不是只有形狀而已 那 你如果對於你的音色呢 還有很多的不滿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你可以在下面問我說 老師我的聲音 是什麼樣的聲音 發出來這種聲音 那你如果呢 喜歡我的影片啊 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你跟隨便 吹瑟斯風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